什么?玛丽克竟然跟太阳神异神龙合体了 而且生命值还所写到了最后一点 极限状态下使用无人能解读的太阳神隐藏能力一回合秒杀了阿莫良 这是一场黑吃黑的经典对决 谁能想到不会神抽的玛丽克始终抽不到神卡 最后还得莫良用魔法卡按支指名者帮他加入手牌 再搞出来一张手闸兑换抢走了神卡 本来信心十足要召唤太阳神 没想到被对方一张极其赖皮的欢喜的段落膜给截胡 导致召唤出来的神是个灵宫怪 而且玛丽克的生命值还被堆到了8550 气得莫良把一神龙作为祭品召唤冥界的魔王哈迪斯 就在此前 玛丽克准备干掉利希德已决后患时 按莫良突然出现横插一脚 我就说你怎么会来管人家的闲事 原来是跟表玛丽克合作了 按玛丽克才不跟他废话 直接就开大招叫莫良去西内 傻孩子 人家本体可是黑暗之主啊 区区黑暗力量你还真不一定能玩得过莫良 没办法 黑吃黑双方都讨不到好果子吃 继续用黑暗力量对拼下去也不是好办法 那么来打牌吧 双方约定天台剑 就玛丽克导师这个表情 你说他打不赢我都不信 毕竟对方可是不胜传说的按莫良 莫良错就错在高估了表玛丽克 以为他对自己的卡组非常熟悉 殊不知人家早已把卡组进行了大换选 二人的合作并非真心 莫良单纯是为了得到千年西藏和玛丽克背上纹身的秘密 早前他以为只要收集起七剑千年神器放上去就能获得黑暗力量 没想到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 想要开启石碑还需要守目一族背负的秘密 玛丽克则是为了替负报仇 那么废话少说黑暗游戏直接开启 玩家生命值被扣减时身体也会被黑暗吞噬掉 莫良嘴快拿下仙弓 盖上一张卡 再召唤哥布林僵尸结束回合 轮到玛丽克 盖上一张卡 再召唤钢钻甲 没有犹豫直接发起进攻 在这个瞬间莫良要打开永续陷阱卡站里的大地束缚 玛丽克的脚下瞬息间浮现一个满是獠牙的怪物 玩家每一次发动进攻都需要承受500点伤害 这一波是两败俱伤 但是暗莫良可不在意 超自然卡组就是墓地里的怪兽越多实力越强 接着轮到玛丽克扣生命值了 不料这家伙残忍一笑 打开魔法卡陷阱拆除 如此一来大地束缚就被解除掉 莫良一声唾气 突然发现自己的左手缺失了一款 黑暗游戏果然有趣 也就是说生命值归零的时候玩家也会死亡 莫良的回合 看着手牌里的威加盘 越看越觉得不能使用 毕竟此前玛丽克已经看过他和王样的牌局 很清楚这些卡的效果 那么只能换个战术 现在唯一需要担心的就是一神龙 表玛丽克发现莫良磨磨蹭蹭的 提醒他自己知道如何攻略一神龙让他放心打就是了 也就是这句话一会害了莫良 盖上两张卡 再召唤一只小怪结束回合 玛丽克看着对面两个人在密谋着什么 心中也有些坠坠不安 至今他都没有抽到神卡 只能试着来一发神抽了 发动魔法卡天降倒闸 效果是双方玩家把手牌抽到六张为止 笑死了 还是没抽到神卡 莫良吐槽你这家伙原来还没学会神抽 既然如此哥哥就帮你一把 打开陷阱卡供赴皇权 双方玩家把手牌都送进目的 然后再重新抽五张卡 代价是发动者没舍弃一张牌就要承受一百点伤害 玛丽克脸色瞬间就黑了下来 可能他本来就黑 对方为毛要帮自己抽神卡 肯定有阴谋 好家伙 这都还是抽不到 抽牌技术这么菜 你打什么牌装什么反牌 莫良如此吐槽到 很没面子的玛丽克只能盖上一张卡结束回合 轮到莫良 来了 就是这张卡 把基鲁尼亚作为祭品 召唤操纵死灵的傀儡师 发动效果 支付1000点生命值 将墓地里三只怪兽特照上场 还没完 莫良还要送玛丽克一份大礼 魔法卡暗之指明者 这张卡可以宣言对手一张卡片加入手牌 没错 他要帮玛丽克把太阳神的一神龙放到手牌里面 玛丽克总算明白对方要干嘛了 原来是和孔雀武同样的套路 想要夺卡是吧 莫良邪魅一笑发动盖卡手杂兑换 根据效果双方玩家可以各挑对手一张手牌 莫良就此拿到了神卡 反观玛丽克则是抽走了他的死者诉生 一切都是伏笔 谁是猎人谁是猎物还说不准啊 嘲讽完抽个卡 对手摸摸蹭蹭让莫良急不可耐 捏着手里的神卡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玩一回 玛丽克导师丝毫不慌 表演个演绎之后发动永续魔法卡怨灵的湿地带 这张卡可以让双方场上的怪兽被召唤的那一回合无法进攻 终于轮到莫良 摆出此生最骚气的姿势 把场上三只怪兽作为祭品召唤神 玛丽克大喊你中几了 发动陷阱卡欢喜的段莫良 效果是对手拿来做祭品的怪兽的攻击力数值会变成他的生命值 同时怪兽的攻击力会变成零 好家伙 这简直是张赖皮卡呀 硬生生把自己的生命值堆到了8550 谁说玛丽克不会打开的 他已经在为后续的秒杀做准备了 反观莫良就悲催了 召唤出来的一神龙竟然是个零功怪 一神龙的攻击力数值是根据祭品的数值合计计算的 完蛋 两个人瞬间发生内讧 表马非常委屈 他的卡组里本来是没有段落摩这张卡的 局势非常被动 吓得莫良赶紧把一神龙和傀儡大师都改成守备表示 这局牌也到了最后时刻 玛丽克的回合 他要开始变态了 命令多利拉供攻击傀儡大师 区区零功零首的怪兽就是个靶子 轮到莫良 就在这时他干出了一件堪比社长用计神兵的事情 这家伙竟然用太阳神一神龙作为祭品 去召唤冥界的魔王哈迪斯 哈迪斯到死都想不通自己的怪声巅峰怎么来得这么突然 一切正中玛丽克下怀 看着手里的死者苏生 他的计划要开始了 莫良也不甘示弱 让他把一神龙复活回去吧 反正只是灵宫而已有个屁用 用墓地里三只恶魔族怪兽作为祭品 召唤黑暗恋狮狮 麻达麻达 再来一张魔法卡过早的埋葬 通过支付800点生命值 从墓地里复活死灵伯爵 玛丽克提醒 由于怨灵的湿地带怪兽召唤回合不能攻击哦 莫良哪会不知道 两个废材还以为自己真的就这样封印住了一神龙 天真 玛丽克导师这就教你们做人 1 2 3 玛丽克竟然放下了一回合绝杀的弗莱 接下来他要使用主人格都不知道的一神龙的第二个隐藏效果 表玛丽克吓了一条 原来一神龙还有其他效果能力 同一时间社长偶然发现自己竟然也能看懂古代神官文字 而且通过计算机算出了一神龙真真实实存在其他效果能力 能将对手一回合内秒杀 这个能力比天空龙和巨神兵的能力都苦 所以才被称为最强的三幻神 三张神卡拥有同样的特性 就是需要使用三个怪进行召唤 而且所有陷阱卡都对神卡无效 魔法卡也只能维持一个回合的效果 但是只有一神龙是最特殊的 那就是特召石的速攻能力 所以在墓地里的一神龙搭配死者苏生将拥有可怕的绝杀能力 玛丽克要开始表演了 发动魔法卡死者苏生 他要复活的正是末良墓地里的一神龙 表玛丽克还在嘴硬攻防都是灵过不成威胁的 我的妈爷 吓了我一跳 这言译堪称历代游戏网里的第一名 在莫良恐惧的表情中 玛丽克的身体竟然缓缓消散 这就是记载在神卡上第三行的能力 将自己的生命值留下一点 剩余的生命值全部转成一神龙的攻击力和守备 经典名场面要出现了 玛丽克和神核体在了一起 莫良打牌虽然没赢过 但是每次都能说得好像是不小心输的一样 另外他还有个特点 就是永远死不了 这边的分魂刚刚才被拖入黑暗 那边千年积木里的分魂就开始行动了 同一时间飞船正在前往决战地点阿鲁卡托拉斯岛 那是社长死去的父亲海马钢三浪 耗费巨资打造的高科技军事产业中枢人工岛 社长在父亲死后就破坏了这里的所有军事设施 并在那里建造了决斗塔 这是他为自己准备的游戏王嘉敏之地 耶稣